大家好,我是時光寶Up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在過去十幾年裡面 Luxury Sports Watch奢華運動碗錶的Category 是非常受歡迎的 有很多標迷都很喜歡這一種碗錶 為什麼Luxury Sports Watch會這麼受歡迎呢? 這個故事可能要追溯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 當時有幾個很高端的瑞士傳統制標品牌 因為這個市場的需求 他們分別設計了幾款很有共通特色的碗錶 碗錶雖然是用鋼殼 不過他們的定價很多時候比貴金屬的碗錶還要高 這個Luxury Sports Watch的潮流一路發展 而且歷久不須 在近十年裡面 標迷就更加去追捧這些碗錶 去到可以定價高幾倍的價錢去搶購 令到市場經常缺貨 今天我們想說的品牌 Palmageny Fourier 柏馬強尼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絕對有條件去做一隻成功的Luxury Sports Watch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Palmageny Fourier 這個品牌 在1996年的時候 由一位當代很出名的制標大師 Michelle Parmageny先生去成立 Michelle Parmageny她自己本身中標事業 是在1976年的時候開始的 最初的時候 她是專門幫人去修復一些複雜的代表 或者是座鐘 在1996年的時候 Michelle Parmageny就得到她是一位很重要的客人 Santos Family Foundation的支持 就成立了Palmageny Fourier這個品牌 Michelle Parmageny不單止是成立了一個中標的品牌 還建立了整個中標製作的團隊單位 包括了可以在她的集團裡面生產自己的基心 製作自己的標殼 標盤 標鏈 甚至細微刀 時針 或者是油絲 全部都可以在她的團隊裡面自家生產製作 所以令到她所設計生產的碗標 全部的水準都是非常之高 還有質素是非常之好 今年是Primegeneri Fourier的25周年 品牌就推出了一個全新的系列 叫Tonder PF 我自己覺得Tonder PF裡面的碗標是非常之符合這個Luxury Sports Watch的要求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這些碗標的外形都充滿了現代的設計語言 這個系列的碗標總共有四款和有七個execution 材質方面有鋼、18K玫瑰金、又或者是950的Practinum 每一隻碗標都是有一條一體化的金屬錶連 都是搭載了Primegeneri自己生產的機械機芯 每一隻碗標都可以防水100米 我們先來看看Tonder PF系列主打的Micro Rotor這款碗標 這款是有鋼或者18K玫瑰金兩種材質的選擇 標盤方面深灰色給人有一種非常之有內涵的感覺 它上面還是用Gearloge手工機黑的技術 是黑了很多密粒的圖案 這些密粒圖案的大小和紋理間距都是經過精深的佈局 近看就會覺得有立體感和精緻 而遠看不會覺得它很B-C 亦是比較清晰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12時位置的PF的Logo 這個Logo以往只是放在Primegeneri機芯 又或者是自動擺陀上做裝飾 這次是第一次放在標盤上 這款標是一隻兩針標 時針和分針都是用貴金屬去打造 也做了扭胸的處理 那些時標都是18K金的 立體的比較細看上去也比較精緻 6點鐘位置有一個日期窗 它的底色跟標盤同樣是深顏色 加上這個反白字看上去是比較清晰的 所有Tonda PF系列的鋼款的碗錶 都有一個950的Platinum的Bessel 這種超硬的金屬經過手工飄黑和打磨之後 它會有一種很柔和的光澤 配合鋼的錶殼和錶帶 是給人有一種非常矜貴的反差的感覺 那條一體化的錶鏈是有弧度的 無論在那個觀感或是戴上手 都是非常貼服和舒適 至於那個錶扣的部分是有一個PF的Logo 我們可以看到PARMAGENI 都放了很多心機在那個細節方面 這個碗錶的尺寸是40毫米的直徑 它的厚度就只是7.8毫米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薄呢 原來那個自動塑鏈機芯 是用了一個Micro Rotor 而且Micro Rotor 還是用950Platinum做的 上面也是用了手工機刻刻了一些墨粒的圖案 這個機芯是非常高級的 因為它是做了刀割打磨 以及有日耳亞波紋的裝飾 它可以提供48小時的動力儲備 第二款就是TONDA PF Progrom 計時錶 這款碗錶的形象又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選擇了一個藍色的錶盤 讓人有一種Modern和Smart的感覺 它的佈局也很精緻 9點和3點分別是計時盤 6點有小秒針 4點有日期槍 我覺得這碗錶最特別的地方 應該是高頻自動機芯 高頻機芯是每小時的震頻達到36,000轉 是可以量度準確到十分之一秒 自動賞的部分是由22K玫瑰金的自動擺陀負責 做了扭胸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杜柱輪機芯的運作 碗錶可以提供65小時的動力儲備 也是有鋼和18K玫瑰金的兩種長質的選擇 這個錶殼的直徑是42毫米 而厚度是12.4毫米 第三款是Tonal PF Annual Calendar 年曆 我自己覺得年曆是複雜功能裡最實用的一種功能 因為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完整的日期資訊 這款碗錶的日曆還用一支非反指針顯示 6點鐘位置就有一個122年才需要調校一天的藍不搏牛月上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錶盤的顏色反差設計 因為它的月上盤是用藍色做底色 然後月亮是金色的 機芯也是一個自動上鏈的機芯機芯 有一個22K的自動擺陀 同樣是做了扭空的動作 可以提供50小時的動力儲備 這個錶殼的直徑也是42毫米 厚度是11.1毫米 都是有鋼和18K玫瑰金兩種的錶殼的選擇 最後一款通道是PF Speed Seconds Chronograph 追蹤計時 追蹤計時在計時錶裡面是盧斯萊斯 因為它無論在複雜程度 又或者是機心靈部件的數量 比一般的計時錶都高很多 而且這一款換錶整個都是用950Practinum去做的 包括了一體化的錶鏈 那個錶殼和錶盤都是950Practinum 所以它的顏色是非常特別的 看起來很矜貴 那個錶盤的設計也是簡約的 9點和3點是計時盤 6點是小秒針 而錶圈旁邊是有一個Pulsometer的黑度 讓我們可以量度到心跳 這個換錶的機心是大有來頭的 因為它曾經是贏過 Grand Prix Hall III Geneva 日耐瓦中標大獎的計時錶獎 它是用18K玫瑰金去做的 橋板是經過了扭空的處理 讓我們可以看到 它裡面是有兩個倒數輪 一個是負責計時部分 另一個是負責Sprid Seconds追蹤的部分 這是一隻手動上鏈的換錶 它可以提供65小時的動力儲備 機心也是高頻的機心 每小時的震頻是36,000轉 可以量度準確到十分之一秒 這個錶殼的直徑是42毫米 15毫米的厚度 這款換錶只是生產25隻 因為是紀念今年Parmageny Fourier 25週年 四款Tonder PF的換錶 我們都看過了 我自己覺得 這個系列的換錶設計 是非常耐廉和精緻的 沒有一些嘩重取寵的感覺 是很耐看 但是要你去有耐心發掘一些細節 和它的美感 正如Parmageny的CEO所說 Parmageny可能未必是 全部的標迷都適合的品牌 因為Parmageny做的換錶全部都是比較低調 它們的設計是很注重細節 但是未必會讓人一眼就會喜歡上 但是要你花時間慢慢去體會 所以它會覺得更加適合不喜歡炫耀 以及比較欣賞一些 換錶細節和瑞士的傳統修飾打磨 和傳統的複雜功能 一些中標的愛好者或收藏家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